谁能预料到曾经在18世纪 用作英国东印度公司预防疾病配方的药剂 经过几个时代的混调初心 成为酒吧台上深受欢迎的饮品 秦通宁鸡尾酒 墨西哥市星期一聚集了300名调酒师 尝试在同一时间内调制鸡尾酒 打破之前250人的世界纪录 一字排开的调酒师踩着一致的步伐 不过双手丝毫没有闲着 以著名的英国杜松子酒调入通宁水 炮制出一杯杯色彩亮丽的晴通宁酒 调制鸡尾酒看起来虽然简单 但制作一点也不马虎 主要以勤酒苏打水为基底 就能调制出一杯人间美味 对了再加上一片柠檬点缀 就更加完美了